第二百一十五章,道不可偏交等同课,不过,冯信并未正多久便有了答案,他正要答话,建兰却冷笑道,罢了,你也用不住答了,你现在是人家的机下球,敢不敢认都是屁话空话,我一个字也不信,别认了,你愿意认,我还不及你认呢。 那胎灵在他臂弯里,冲讽信狂吐信子,发出成年人一般的嘻嘻笑声,建兰在他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,呵斥道,还做什么怪象,让你别乱跑的,闹死我了。 那胎灵丑陋的小脸扁了扁,中午老实了点泥,母子二人匆匆出了南洋店,冯信在后面喊道,建兰,建兰,无应,最后南洋店又只剩下他一个人, 冯信颓然跌坐了回去,瞪住前面那个,留下了几排畸形牙印的大白萝卜,瞪了好一会泥,右手捂住额头,躺平在地上,连骂人都莫力气了。 南洋店上,谢连也叹了口气,这时,花城忽然道,哥哥,你还记不记得,玉军山那一夜,那胎灵也出现了,谢连明白他是有意引开话题,也很配合,加上那胎灵出现在玉军山的事的却蹊翘, 强大精神,道,记得,当时,我坐在花轿上,他出生以童谣提示我如何找到鬼新娘,也就是宣姬,而且当时他默让其他人听到,是特地告诉我一个人的,不知是何缘故,花城道,君吾的授意吧,谢连道,那谜题就变成君吾的目的了,怀有他为何会成为君吾手下的物灵,这些恐怕怀事得问过是,花城道,那便去问, 告诉哥哥一个好消息,死灵碟已经找到国师的关押所在之地了,谢连精神一震,道,哪里,灵文殿,殿内殿外,少了往日协助堆积入山的宗卷,进进处处地闻神们,多了面无表情,巡逻戒严的神武卫兵们,悄无声息地落到飞檐一角上,谢连道,国师被关在这里,灵文看守住他吗? 花城道,不错,锦衣先在身,灵文现在算是文神,也算是武神,宁神观察片刻,谢连道,那就麻烦了,虽然锦衣先不是他们对手,但毕竟也修为了的,肯定比在仙京大街上那些巡逻的卫兵,要耳目敏锐得多,若谢连和花城就这样贸然潜入灵文殿, 对,锦衣先打不过他们,却不一定发现不了他们,而一旦锦衣先发现了,灵文也是必会发现,谢连道,灵文和军武肯定是可以随时通灵的,只要灵文发现,军武也就发现了,除非锦衣先不在他身上,他是个文神,肯定觉察不了我们, 而被脱下的锦衣先知识件衣服,也无法通知军武,得想办法把他们分开,花城却道,不用特地想办法,他迟早要脱下那衣服的,不需解释,谢连了悟,锦衣先毕竟不是什么好东西,邪气甚重,灵文莫正是被贬,还算是个神官,一直把他穿在身上,肯定对身体不好,而且还得一直维持难效,消耗法力,恐怕莫几个人称得住这种消耗, 一天之内,他总的把他脱下来休息一段时间,二人正低声商量,这时,一个黑衣人副手从灵文殿内环步走出,交代了外面一粒卫兵什么事,不如偏殿,不依惠尼,又依人从那偏殿走出,重新走进主殿,此人正是灵文,他进去时,是男相,出来时,就是本相了,而且,身上原先那件黑色的外衣不现了,身法不法也不如之, 之前男相使清灵有力,一看便知有功在身,他果然把衣服脱了,眼下,那锦衣先就在那间偏殿里,二人对视一言,花城道,现在,他们分开了,哥哥,运气不错,谢连也吐了口气,看他一眼,道,十三郎运气不错,花城管儿,道,主殿,偏殿,想了想,谢连道,偏殿吧, 现在还不知灵文殿主殿是什么情况,如果灵文就守在国师旁边,那就根本绕不开他,但如果我们能先拿到锦衣先,也许还有对谈鱼的,巫师,二人又等了少许事件,趁卫兵交接的一瞬,双双翻下屋檐,潜入了偏殿,一翻进屋,谢连就抹了一把汗, 无论如何,这样偷偷摸摸潜入女神官的私店,都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,但是等他看清这间偏殿后,暗言之感便消失了一点,谢连以前的屋子比这里华丽,缝线的比这里凌乱,沐晴的屋子又比这里讲究,总之,看上去完全不像个女神官的私店,压力就没那么大了,店里没多少物具,根本藏不了石吗,没多久谢连就翻到了一只箱子, 然而一打开他脸就黑了,不光是因为一打开,一股妖缝邪气扑面而来,更因为里面整整滋滋一箱,全都是一模一样的黑衣黑长,又来了,上次也是这样,再将近一百件各式各样的衣服,比找那一件紧一线的真品,找得鸡飞狗跳,简直是噩梦,这次盗墓那么多,只有十几件,但每一件都黑得毫无差别,真也不准哪次更令人崩溃, 锦衣先真的在这里面吗,谢连十分头疼地道,三郎,君吴现在在干什么,咱们实践够吗,花城一直在密切监视各方动向,听他发问,缓缓地道,哥哥放心,实践我们是有的,君吴环末有发现你离开了,他正在审武殿,提了沐晴再审,看样子,要审很久,闻言,谢连一正,道,沐晴,他审沐晴,审时吗? 花城道,死灵蝶不能进神武殿,我听不清,但你知道,他凝视住谢连,道,肯定不会是什么好话,谢连想起君吴是如何对待隐喻的,心地阴隐不安, 但现在担心也莫有用,他果断道,先抓紧实剑,我来一件一件试穿吧,三郎,你来对我下命名,如果锦衣先不想被人发现,或是不想取穿上身的人的性命,他是可以随意穿脱的,但如果某人要求另一人穿上,并且提出命名, 那人就必须地遵从了,用这个法子,是一定可以释出真品,只是有点危险,花城道,我来吧,谢连摇头道,三郎你穿过锦衣先的,不知道为什么,他好像对你不灵,可能对鬼王无效,只能有我来了,月注,他就脱了万衣,白袍落在脚边, 花城挑了挑眉,挑了一件黑衣地吉他,道,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,谢连迅速把那衣服套上身,还好,还好,灵文的黑袍,并不坦胸漏乳,也不阿挪多姿,十分支板正,穿起来并无困挪,谢连抬头,道,好了,你可以对我提出你的要求了,花城右手托住左肘,左手支住下汗,看住他,似乎认真思考了片刻, 道,那么,哥哥,我的命名是,虚语,谢连等到了他的下半句,花城笑眯眯地道,我们来借个法力吧,谢连当然懂他越的借法力是什么意思,闲些头顶生烟,赶紧把衣服偷了下来,道,这,这件不是,花城道,啊,太遗憾了,这件不是,谢连正色道,三郎,你,这样是不对的,你要严肃一点,不要提这种要求, 花城虚心地道,我不够严肃吗,哪种要求,哥哥可不可以越详细一点,谢连轻嗨两声,严肃地道,总之,不可以让我向你借法力,其他随意,比如转个圈,跳两下之类的,都随便,花城挑起一边没,道,其他的丢随便是吧,好的,明白了,月注,他又递了一件旗谢连, 谢连迅速套上,再次抬头望向花城,而花城端详他片刻,哥哥,少请,他展颜一笑,道,不要向我借法力,大意了,居然还可以这样,谢连赶紧要把那衣服脱了,好了,也不是这件,花城却拦住他道,等等,哥哥,谁也不是这件, 你还莫有证明他不是呢,不要向我借法力,这是花城的命令,而如果要证明谢连身上这件衣服不是锦衣仙,那就必须不执行花城的命令,也就是月,要做相反的事向花城借法力,绕来绕去,又回到原点了,看住花城一副绝针的模样,谢连震惊了,你也太狡猾了,不可以这样的吧,花城抱起手臂,歪了歪头,振振有此地道, 为什么不可以,哥哥,挪刀不是你约的,除了让你向我借法力,其他的要求都随便吗,既然你不喜欢这个要求,那我就提了个完全相反的,这怎么能约是狡猾,这岂非是很实在,谢连简直无言以对了,举起手指了他一会你,道,你,你,哎,我约不过你,别闹了,不敢耽搁,冲上去就揪了一下,明明知道根本默人在附近, 但玩是环是左看右看,彭腐警惕谁在偷窥,花城的表情问斯不动,镇定地道,很好,确信了,这件果然也不是,谢连脱下那黑袍,道,这个要求也不要再提了,花城把第三件地吉他,微笑道,好的,好的,一定如哥哥的愿,谢连无奈接过,心道,总觉得三郎越来越挪对付了,是错觉吗,他还在担心花城, 又会提什么物作剧的要求,但开了两个玩笑之后,花城果然不戏弄他了,他正静起来,谢连却反而觉得哪里奇怪了,可是,衣箱中十几件全部试过后,谢连却一个命令以莫有遵从,挪到锦衣仙的真品不在这里,不会的,灵文肯定是已经把他拖下来了的, 而且一整箱的衣物,全都沾上了邪气,他肯定就在这里,花成一柱门栏,道,哥哥,看来,这锦衣仙不光对我无效,对你也是无效的,问题究竟出在哪里?